城的优客马场度假村 经营者是民进党前立委梁牧阳 但是呢却被爆出土地租源到齐 新地主要求马场搬迁 梁牧阳却是霸占不走 还开口要3000万的补偿金 另外马场也被发现经营非法民宿 屏东县政府在早上进行联合稽查 只是媒体想要进去 却遭到马场人员挡在门外 不得其门而入 找那个县府农业住的人 那问题是他在执行公务 那我们这边是私人员区 并不希望你们进来 两名壮汉挡在门外 阻挡媒体进入 这里是先前被爆出 占地不还的屏东 优客马场 早上县府进行联合稽查 但媒体却不得其门而入 我们现场不接受采访 好那我就等他们出来 那马上到外面等好吧 要多外面 就马路啊 或许是不想让违法事项被曝光 两名工作人员就跟门神一样 完全不让其他人靠近 而优客马场背后老板 是民进党籍的前立委梁牧阳 但土地租约已经到期 新地主希望业者还地 还提前告知 没想到梁家近赖皮战地 还要求三千万补偿 夸张行径不止如此 因为违规经营旅塑业 就曾遭县府开罚九万 以及二十二万 而且马场违规建筑处时 2017年就被列入报差 他有一事违法的事实 我们就依据法令相关部分 而裁罚 远去曝出违法经营 多次招罚也似乎都没在怕 就连水耗也被业者私自更改 地主根据他取得土地所有权状 拿来给我们看 那我们认为这个水表应 是应该跟土地市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已经把它更正 为新的地主的名字 如今为了还地问题 马场布袭跟新地主对付公堂 加上又被曝出违法经营 八道行径也让人看不下去 接着中午到